來玩這款遊戲 迷失在藍色 其實它算是一款生存類型的 好啦 它流到黃島來了 我畫面是做得相當好啊 簡易紗布 椰子 假日玩完這款還算是不錯的 拿船槳防身啊 欸 竟然還有上司啊 這邊還有椰子耶 不拿白不拿 是不是 不是 啊 它空爛的飛機裡面全部都變種了 船槳損壞了 只能依靠刺手空拳 nice 又是一個妹子 強強聯手 等一下 不要吹 我拿個椰子 啊 先取電鋸 太好了 啊 這個地方 感覺不錯喔 一次砍兩隻好了 比較有效率 喔 回家啦 這可以拿嗎 不能拿耶 前面鋪層的算是相當好的 前面鋪層的算是相當好的 拿到了 修復電網 哈囉 我來守護你 尖尼 這什麼 雨林木 這個會是讓人家產生 會讓人家產生課金欲望 BOSS來了 好 我知道你很厲害 OK 扇形攻擊耶 火可上限 提高了 用野外生存 來看一下 哇 好多東西喔 睡部啊 這些垃圾 雜冰 掉的真的都是雜物耶 能垃圾嗎 不行 OK 物品製作 石槌 石槌 喔 它可以直接原地製作 那還算是蠻簡化的 還可以啦 很便民的 很便民的 火可上 屁股 石槌 這個可能突然復活 製作背心,需要碎布 這樣我就衣服穿了 好,穿上去了 去箱子處 順手撿一下東西好了 工作台喔 好 所以你的那些道具都是會耗損的 查看思潮 思潮入侵耶 到達到處計時一天 哇,那一天一定很刺激喔 去啊 盡力抵抗怪物 這個東西沒幫他抵抗啊 是不是 那個槍已經沒了 解鎖戰鬥技能 重錘 我先升重錘好了 估計我沒辦法體驗太久嘛 是不是 重錘 輸出36 技能會產生冷卻喔 再來重錘一下 哇,這隻BOSS要重錘啊 用了重錘還是要被貓啊 搭配的 搭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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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,那差不多就玩到這裡了 其實我覺得它是很全面的 前面鋪陳也是非常不錯的 一開始就讓你體會到戰爭的爽度在哪裡 我個人是覺得比大部分的求生遊戲做得還精緻 好啦,那本事影片就大概玩到這裡吧 然後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商店部分 水晶購買,還有月卡的喔 這夥伴包耶 月卡,它的價位大概是這樣 兩個全買400多塊而已 好啦,不算是很貴了 那本事影片就到這裡,大家掰掰!